这是一起比斗鹅还冤的陈年冤案 汉策惊献强奸杀人案 18岁男孩发现后选择第一时间报警 可就是这个热心之举 让他在接下来的62天内被认定为凶手 并送上了断头台 可就在9年后 真正的凶手承认了这起案件 原本以为男孩就会得到清白 但一等又是9年 不禁让人想问 为什么这次的正义就那么难得到伸张呢 时间1996年4月9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18岁的呼格吉乐图和好朋友 严峰是一家烟草厂的工人 再一次下班后 两人一起去厂外吃饭喝酒 由于厂区规定工作期间不准喝酒 呼格吉乐图就打算去买几块泡泡糖出味 而严峰就回到了工厂 可没多久 回厂的呼格吉乐图却告诉严峰出大事了 并将他带到工厂附近的汉厕里 原来里面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 当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两个年轻人随即报了警 原本两人以为做了一件好事 就打算回工厂继续工作 可在当天晚上的凌晨一点左右 警察突然把两人带回了派出所 期间更是将两人分开审讯 直到第二天 严峰才被派出所放了出去 走的时候 还看到呼格被靠在暖气管道上 头上还戴着一个头盔 觉察到不对的严峰赶紧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呼格吉乐图的父母 也为他知道呼格吉乐图和自己都是清白的 当得知此时候 呼格父母也是跑到派出所询问情况 并解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解 可当时的民警却说 呼格已经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现在都签字画压了 一边是儿子好友说儿子绝对是清白 一边是警察说儿子是凶手 做父母的只想知道里面的具体细节 可警察却以各种借口推脱 在案发后的11天 当地报纸大肆报道了这起案件 首先说明了呼格正是此案的凶手 然后重点强调了当时副局长冯志明的丰功伪计 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呼格是凶手 但他的父母却坚定自己那个平时善良热心的儿子并不是凶手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救自己的儿子 可每次不是没人理他们 就是直接让他们回去料理后事 还说已经在呼格的指甲缝里检测出死者的血型 证据确凿并不能翻功了 1996年5月23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呼格因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 最终被判死刑 当听到这一切的呼格很意外 大声喊着要上诉 13天后 内蒙古高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就这样 呼格从案发到被执行 仅仅用了62天 最终呼格满含冤屈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他才18岁 正值青春年华 虽然呼格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冤枉的 可无能为力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也无法挽留儿子的生命 最后甚至得到了一个流氓家属的骂名 从那以后 呼格的母亲一泪洗面 父亲李三人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那种绝望和无助是没人能体会 呼格16岁 弟弟也因此是受到同学的鄙视 不到半年就辍学在家 原本成绩名列前茅的 他最后也只能以给别人开车为生 哥哥也是受尽他人眼色 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工维持生计 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九年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5年10月 当时李三人才做完手术回到家 一天早上一位老邻居来到了他家 说自己今天看到有警察带着一个人来当年的那个汉策来指认现场 经过对警察的询问 说是那个人正是当年案件的真正凶手 听到这个消息 来不及休息的李三人 忍着疼痛来到了当地公安局向他们求食这件事 他们也表示有这样一件事 一家人苦苦熬了九年 终于等到了这个结果 他们知道没人会在意呼格是否是清白 只有他们一家人才能给他证明 可他们要怎么去证明呢 他们去了各个公安局和检察机关 各部门都表示无可奈何 但也有好心人 他为李三人夫妇推荐了一个人 汤济 新华社那盟股份设资深记者 主要内务范围就是相关公检法的报道 很快 李三人夫妇找到了他 并向他讲述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一开始 汤济并不相信这夫妇说的事实 可当自己打电话向当地公安局求食后发现 在2005年的10月23日 警方的确抓住了一个连环杀人犯赵志宏 据赵志宏供说 当年那期汉册中的命案也是自己所为 当警方询问他作案时的具体细节后 他可以很准确地说出 而且在指认现场时 也可以准确找到那间汉册 种种迹象表明 赵志宏就是此案的真凶 呼格是被冤枉的 随即 汤济打算帮帮这无助的一家 通过汤济的努力和影响力 2006年内蒙古的公安局对呼格案 随后汤济将审讯赵志宏和呼格的笔录 进行了调阅 他发现赵志宏的供述比呼格更加准确 第一 赵志宏交代的死者头发是短发 有烫发 而呼格交代的是长发 法医事件证实 死者为短发烫发 第二 赵志宏交代的死者身高是不高于1米6 而呼格交代的是1米65 法医测量证实 死者身高为1米55到1米6之间 第三 赵志宏交代在作案时和死者有交流 当时他说的是当地话 而呼格交代的是死者说普通话 可通过对死者家属确认 死者只说当地话 针对这个案件 有名的心理测试专家杨成行老师 也想出一份力 他拿出自己制造的测谎仪 对赵志宏进行了测试 觉得他心理状态是比较平静 就是不像是化人去种啊 或者我管理我追求点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 我实习命案 我再多一起 这个对他来讲无所谓的 量情上对他 他也明白 不会说交代日期 他就可以活下来 是吧 2006年12月8日 汤记以这些事实发表一篇文章 不光想让公众了解此案 同时还想让更大的检察官看到 就在文章发表没多久 一名警察来到了汤记的办公室 给他留下了一封信的复印件 走时只是说了一句 作为警察 我永远站在正义的那一边 这封信是赵志宏写给高级人民检察院的 信中他说出自己就是汉测案的真凶 看到有人因他枉死 他想在生命的尽头找回做人的良知 最后希望贵院能重新审理此案 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看完这封信后 汤记把信中的内容再次以报纸的形式发表了出去 这次 凡想也是一般 虽然赵志宏被枪下留人 但接下来的时间内 对呼格案的重启并没有一点音讯 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 当年在呼格指甲中提取到被害人的O型血 被认定为铁证 可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 刑警都知道O型血是最常见的 只要和人握手或者身体接触 都可以在指甲缝中留下组织 根本不能证明当时那块组织就是被害人的 就在汤记一行人继续查看当年案宗时 他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点 尸检报告中指出 当时法医从死者体内提取了男性的分泌物 这就说明可以得到凶手的DNA信息 可案件中却没有相关DNA信息 这个DNA完全可以证明赵志宏是否是凶手 呼格是否清白 可这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没有呢 通过对当时办案人员询问 他们给了三个理由 第一 当时没从案发现场踩回来 第二 当时检测时 由于工作失误 该证据丢失了 第三 已经认定凶手是呼格 就没必要检测了 对于这种说法 我们更愿意去相信一二种 即使有了这些证据 法院也不愿意对此案进行重审 直到2009年 再审的希望也是很渺茫 可就在这几年里 这起案件受到了媒体人朱顺忠的注意 他从2006年10月就开始报道此案 可苦于找不到有利证据 以身正义无法施展 直到一天中午 朱顺忠接到这样一个电话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来自于内蒙检查系统 一名尚有良知的检察官 不想跟你说什么 我只想给你一个东西 十分钟以后吧 就一份四页的一个传针就发过来 看完这份资料 朱顺忠知道呼格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并非始终供认不讳 他一开始是因为一些原因 才承认自己是凶手 但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 自己也要被处理 恍然大悟的呼格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可那时他已经被判定死刑 这些说辞已然被认定为狡辩之子 都说冬天过了就会是春天 黑暗中必有光明 在2011年1月 内蒙古对高级法院院长进行了更换 汤记珠顺忠等人觉得机会来了 他们发挥自己媒体人的身份 发表各种实事求是的报道 最终此案受到了关注 并在2014年11月19日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来到呼格家 给他们带来了一份呼格无罪的判决书 为了等这一份判决书 呼格一家等了18年人生能有多少个18年呢 从一开始的被人误解唾骂 呼格一家经受的压力和诋毁只有他们知道 也正是他们的坚持才让正义重新到来